我說如果辦理不適服 到底可不可以考公務員 這個辦理不適服跟考公務員到底有什麼屁事 對啊 到底有 我不知道他這個 而且他還說是士官長跟他講不行的 我真的很想問那個士官長 你們這些士官 你講出來的話 雖然你跟士兵之間是最密切的 但是你講出來的話要有依據好不好 你不要在那邊亂放屁好不好 你講出來的話要有依據 你說一個人不然你不適服 不能考公職 依據在哪裡 你跟我講你的依據在哪裡 你講出這個句話跟這個士兵宣導 一定有你的依據 不然你怎麼敢講出來 不然就是你亂講出來 你在混蛋亂講話 對不對 你混蛋了 我現在就罵你混蛋了 因為你亂講話 所以那個阿兵哥一直在問我 我不喜歡他 我就最後問他說 你們士官長正要跟你講 那他的依據在哪裡 我就說可以啊 完全沒有影響 誰說不適服不能去考公務員 誰說的 沒有人講啊 那以前還有更誇張 我記得我以前那個年代當人士的時候 還有阿兵哥來問我說 聽說我們被寄申戒以後不能考公務員 你到底聽誰說的 依據在哪裡 沒有這個規定啊 哪有人說 你在軍中被寄了申戒 你就不能考公務員 因為以前常常有那種義務役的喔 他可能義務役下試 他可能是考預試進來 所以他考試成績很好 他有可能出去之後要當公務員 但是呢 有時候連上有一些可能寄過處分或申戒處分 不想要寄在志願役士官的身上 就會跟義務役的士官協調說 哎 你幫連上背一個 背一個懲處案 好不好 那我單發一個工作獎金給你啦 就條件交換嘛 因為你申戒記在義務役下試身上不會怎麼樣啊 但是以前就很多義務役下試來問我說 我們連長說要寄我申戒 寄我過 我以後要考公務員 我聽別人說不行耶 這樣就不能考公務員耶 到底是誰跟你們講的 我都搞不清楚 我都不知道 你國軍那種不懂人事規定 又要跟人家說明的人 你的用意在哪裡 你到底用意在哪裡 我也搞不清楚耶 像這個不適服 我可能稍微可以體諒到一點 就是你們士官長可能不想要讓你退伍啦 所以他故意騙你 你可能在治理行間有跟士官長說 報告士官長 我想要拜你不適服 因為我要去考公務員 因為怪物說 只要認真努力 一定兩年 三年就會考上公務員 我要去考公務員 那士官長可能想 那怪物都亂說話 我趕快把你不能考公務員的 其中一點跟你講 我就騙你啦 騙你說你辦你不適服 就不能考公務員啦 到底是誰跟你講這個規定 這個爛士官長 你們到底都是從哪裡以而傳而聽來 這些這麼多規定 我都不知道耶 有這個規定我怎麼都不知道 你們這些士官怎麼都這麼清楚 我自己從事人事相關業務十年的人 我竟然不知道我這個規定 是不是我太落後了 是嗎 是我太落後了嗎 還是怎麼樣 那為什麼你們都知道我自己是人事人員 我不知道這個規定 所以呢 我覺得啦 你單位不管是像以前EUE的人要記在他身上 沒有什麼規定 好好跟他溝通 但是你也不用 有一些人你看到這個現象 你也不用跟他講 你不要被記啊 這樣你以後不能考公務員 到底是誰說不能考公務員的 對 誰說不能考 到底是誰講的 沒有人講 我舉一個最正常的例子 我記得啊 我之前曾提過一個例子 就單位裡面有一個人 他辦理的不適服 而且他是用非常極端的手段 辦理的不適服 他用自我傷害的方式 保證我之前應該有講過 那他利用這個方式 辦理不適服 我就不要說他在部隊遭受到什麼樣的對待 他是在這個中部的某個機部裡 然後呢 他就受不了裡面的一些規則吧 他最後就利用自我傷害的方式 然後呢 達成了不適服的最後的這個標準 然後辦理不適服 那辦理不適服過後呢 兩年 他跑上了警察 他跑上了警察 那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嗎 他也辦理不適服 而且他是用激烈的手段 辦理不適服喔 那他現在還在當警察 他跑上了警察 不適服過兩年後 他跑上了警察 所以我就不知道你們那些騙 不要說騙啦 你不懂規定 你就不要跟阿兵哥宣導 不要亂跟人家講一些事情 那你要講 你就必須要有依據 你說這個人辦理不適服之後 不可以考公務員 你的依據在哪裡 你拿出自業率 事並服役條例 你去裡面看 你跟我找 裡面有關退場機制裡面 哪一條說 你如果犯了退場機制之後 你不能考公務員 你拿給我看 我在這裡跟你道歉 好不好 你去拿來給我看 是不是 那既然沒有的話 你為什麼要用這種說話技術 或者是這種錯誤的觀念 把你不適服的阿兵哥留下來 把你們單位想要辦理不適服的人員留下來 沒有意義 你這就是用騙的吧 那你跟那些招募員有什麼兩樣 你跟那些招募員有什麼兩樣 不是說我不尊重你士官長的位階 我非常尊重那些優秀的士官 但是你不能亂講話 有規定 我們按照規定來說明 沒有規定 你就好好地處理這個不適服的人員 協助他 你都是單位的士官督導長 你應該要站在官兵的同一線 然後聆聽官兵的各種心聲 協助官兵來完成他想要達到的目標 你怎麼會跟那個官兵對抗 而且還騙他亂對他說規定 然後有點半威脅式的讓他不要辦理不適服 那你這個就枉廢了當人家士官督導長 他已經好幾次問我了 可能他真的出去之後有可能想要考公務員 然後他們士官長也知道 所以就用了這種方式跟他講說你不如考公務員 你如果辦理不適服不能考公務員 我真的很想問這個士官長你的依據在哪裡 那以前辦理不適服考上公務員的那些人怎麼辦 你要叫他這個辦理退休嗎還是什麼 我不知道 沒有什麼 我們再用另外一個方式來講 你今天在報考公務員的時候 請問誰知道你辦理不適服 警政系統跟我們的民政系統 跟我們的軍中的系統 人士的相關系統是沒有結合的 那這個人按照考選部的各項規定來實施報考的時候 他怎麼會知道他辦理不適服 我們就用這個方向 我們先不要講規定那一段 我們先用這個方向來說明 你考選部 在辦理各項公職人員考試的時候 報名各項的這個程序 裡面有哪一個是要跟軍中做查驗的 沒有啊 你報你的啊 你的軍中紀錄是你的軍中紀錄啊 那到底有什麼相關 我不知道我要說到什麼樣的角度 或者說到什麼樣的地步 這個阿兵哥才能相信我的話 他一直跟我講我們士官長 我們士官長說怎樣 我們士官長說怎樣 所以我當然就很不客氣的給他一句話 既然你們士官長這樣講 他的依據在哪裡 你叫他拿出依據我跟他道歉 對啊拿出依據 我這個人不是不能道歉的 你如果因為有的時候規定會改 我也曾經在我的頻道中 因為規定修正了我跟大家道歉 沒有問題啊 我不是個不會道歉的 只要說我你拿規定出來 我就跟你道歉也沒什麼 但是在我所知道的裡面 你這個人員被寄過 或者是寄申戒 都不會影響你去報告 這個不過啦 也不能這樣全部這樣講 如果你寄得過 是犯了內亂外患的行政處分 這樣就不行喔 還是有但書啦 但是那種太少了 還是有但書 你犯了內亂外賺外患罪 你被寄的行政處分 是寄申戒一次或寄過一次 那就不行 有幾個是不行的 你還是要看一下 不過大部分 我們以前醫務人員 你要幫連上背一些懲處 大部分都寄申戒一次 申戒兩次 那個其實不會影響 你總不能這個人犯外患罪 你給他申戒兩次吧 你腦袋有洞嗎 外患罪至少要大過以上 處分是不是 怎麼可能申戒兩次 所以呢 不管是有一個小小的申戒處分 或者是你辦理不適服 都跟你去報告公務人員 完全沒有關係 你不要再聽你們四官長 在那邊亂講 好不好 也請各單位的那個人事人員 或者四官督導長 對我們的相關人事法規 一定要非常的熟悉 不然你沒辦法跟你的阿兵哥說明 阿兵哥阿兵妹說明 會造成他們很大的影響 你看光是那個士兵跟我來來往往對話幾次了 浪費了他多少時間 他可以早一點 辦理不適服回家睡覺的 就是因為都不知道 他們的士官長又在亂講 結果呢 他一來一往跟我對話四五天了 你不是浪費人家的不適服時間嗎 就是有這種王八蛋的長官 是不是 你就跟人家講嘛 人家竟然想辦 你看我之前就講 我以前單位的人員辦理不適服 我都問他為什麼 只要他說出個正常的原因 我都問他 好吧 那就辦吧 馬上蓋章 我從來沒有再強迫人家留下來 有時候我們單位有問題嗎 你不喜歡這邊的氛圍 你想要出去工作 沒有問題 你只要跟我講 我想出去工作 我覺得軍眾不好 我馬上蓋章 沒有問題 所以你何必把人家留下來呢 你應該是想說 我要怎麼改變我們單位 讓人家不想要離開才對吧 你怎麼會想盡辦法 要把人家留下來 甚至是騙人家 甚至是沒有這個規定 你也給人家這麼說 目的就是希望他能被你蒙蔽 然後留下來繼續當軍人 何必咧 對啊 何必咧 那你如果遇到我這種 你怎麼辦 你就假賽而已啊 怎麼辦 沒有按照規定就是假賽而已 知道嗎 所以希望這個 呃 這個事關度到這 不要再圍他 這個不適服人員 該讓他走就讓他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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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